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MEC澳洲流學網紅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學問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對澳洲流學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叫我們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對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OK在這邊繼續跟大家廣告一下 記得下禮拜六日 我們會有這個移民留學投資展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 那當然你可以報名 但報名其實是免費的 那幹嘛要報名呢 其實你報名就MECnews.com 然後斜槓2024年Expo 為什麼要報名呢 因為報名的話 好處是什麼 我們會有可愛的這個台澳紀念勳章 友誼紀念勳章 那你可以當天可以來領取 那他當然是有限的 不是那麼多 我們這邊沒有到那麼多 但歡迎大家報名 然後可以來領取 那當然同時 相信大家想過來的話 也是可以來聊聊 未來澳洲不管去那邊留學啊 讀什麼好啊 或者是已經有僱主啊 或者是要去那邊工作等等的 機會是怎麼樣 我們都可以當天 我們當天所有的 這個辦公室裡面 所有的這些助理們都會在場 所以可以跟大家多多的交流 那當然還有一些投資的機會 歡迎大家也可以過來聽聽 有什麼樣的投資的機會 現在很多人看到澳洲這邊 不斷的蓬勃發展 是不是去那邊投一些房產呢 Maybe 你可以來了解 好 好 我們今天來繼續update 有關一些新聞 我關注到這個 在之前在澳洲 內政部移民局裡面工作的 Burisby 他是非常有名的這個 在針對澳洲的移民法規的一個評論員 他自己也創了一個網站 那叫 Independent Australia 那他這幾天也寫了一篇文章 那今天就帶大家來導讀一下 那為什麼要看這個文章呢 人家在這個移民局裡面工作這麼久 他知道整個國家未來的一個方向 也看到很多數據 那透過他的角度 那再加上我們的這個經驗 還有這個我們的能了解的東西 希望能夠把更多的信息更透明化 為什麼要透明化 透明化當然好啊 透明化的話 消費者就是您 你要移民要留學的 你的選擇才會正確嘛 你在一個不透明的地方 你怎麼做你自己人生的選擇呢 所以我們這個頻道 也希望能把更多的信息放到這裡面來 那歡迎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信息 也可以給我們小額的贊助 那在Facebook的話可以按下下面的賞星星 在Google YouTube的話可以按下超級感謝 那如果你要單筆 這個贊助我們的話 也可以單筆贊助的話 這個網站是在哪 應該是這一個 OK Oops 我把它蓋住了 amiznews.com slash donate 所以不難記啦 就基本上donate就是贊助的意思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聞 Turning point for student and net migration now confirm 什麼意思就是 基本上整個 他的title其實蠻重要的 我覺得他基本上就是告訴大家說 整個移民政策的大趨勢 已經正式的轉彎了 OK 轉什麼彎 好 那當然就是之前的 其實這所有的政策啊 我們說之前 Karl 你不是說他們什麼 這個移民的什麼 黃金週期來啦 那是沒錯 是來了 但是他中間又遇到疫情 疫情完了以後 他們要解決他們現有 已經在澳洲的 這一些所謂的temporary visa holder 就是臨時簽證持有人 哇 現在這太多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數據 首先呢 他告知大家在澳洲的 他們的ABS 就是 Bureau of Statistics 就是國家的統計局 應該這麼說 現在國際學生在澳洲 70萬人呢 我的媽呀 你說房價為什麼掉不下來啊 70萬呢 哦 那可能比這個 這個整個 我不知道 那個台灣的新竹科選區 有沒有那麼多人 Anyway 國際學生都是很有錢的 除此之外 現在澳洲的temporary visa holder 也就是臨時簽證持有人 有281萬4千人啊 哇 將近300萬人啊 已經超過澳洲的布里斯本的人口 可能布里斯本跟Golco加起來 不知道有沒有300萬 可能剛好差不多這個數字 那多少人啊 那當然這不是全部都在布里斯本啊 也有在temporary across在Sydney Melbourne Avillade Perth 全澳洲 有將近300萬的 零時簽證 也就是移民啊 好 那當然這個 這個的造成的問題也是從 之前舊的政策 一路的這樣衍生過來 所以 其實說實在的啊 這執政黨和這個反對黨 沒有辦法去罵太多的關於執政黨 但是有些都是這個在政治語言 聽聽就好了 那你自己看看這個在之前一直無限的一直往上衝 然後後來又掉下來再往上衝 現在已經到最高點了 那這個其實也告知我們 這其實我覺得跟 你看這個graph 其實跟澳洲的房價有沒有像 一路衝下來 然後疫情的時候掉下來一點 然後又就衝上去 哈哈哈哈 Anyway 我沒有說房子一定會漲 不過投資是不錯的 OK 所以我相信大家有自己的 這個好的這個分析的眼光來看這個東西 不過呢 在去年年底再加上 像今年年初的這個 這個 留學生學院簽證的這一個 strengthening 也就是他們的政策的修改 然後打壓了很多的這些 我們前一集我們談到了 已經有11家的澳洲大學被downgrade 然後被降級 然後超過100間的 即職院校也被降級 像我們知道已經有一間學校被suspend 就是不能收國際學生了 所以這個影響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那當然這邊裡面 這邊也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之前有一篇文章是有看到這個 怎麼所有國家的學生簽證都往下掉 只有中國的學生簽證是往上衝 我們的看法 這裡面 中國的學生簽證可能是包含了 這個香港跟澳門這第一點 第二呢 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在澳洲的中國人大澳人 大概都會知道 現在很多的方式 你要把中國的資產等等移出來 都很困難 唯有透過留學啊 所以成功的留學可以把資產和人都可以移出來 這個也是 這其實是 不能說不能講的秘密啦 可是其實在這個業界 大家都已經知道 這也是為什麼唯一正成長的是中國人 那大家會說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rejection rate 他們也有rejection rate 但是他們基本上要抓到最高的成功率 你才出得了 你才能把錢移出來 人才能出得去 所以拼了老命啊 還是要把它弄出來 那當然這裡面還包含了很多在香港的 持有香港的護照的 和加上澳門的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 簡單的跟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Anyway我們回來這個新聞 好 這邊唯一看到就是從每年的2月 2024年2月 2023年2月 2022年2月 還有2021年的2月來看的話 這今年的2月的留學生 21,652是已經比去年的36,878 跟前年的27,183 還有在之前的22,809都還要少了 那比去年少多少 三萬六千2萬1 少了1萬5千多的學生 這超多的耶 超級多的耶 OK 你像台灣一年可能出國留學的 全部加起來大概2萬 但是去澳洲可能5、6千吧 OK 所以這非常非常之多啊 這個是 就是你會看到為什麼那麼多的巨錢 這個是已經過了 巨了有多少 哇 可能更多 可能更多 那這個基本上也是告訴大家說 這個新的政策已經真正的在執行當中了 所以一樣的就是說 好處跟壞處是什麼 我在這邊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中長期來看我個人覺得是好的 因為你把整個澳洲的國際教育產業的這個Quality在拉高 比如說英文都拉高嘛 對不對 還有這些Critical Technology要保護的部分 也把這個restriction 拉高 那未來只要你能成功留學 什麼意思 就是你成功的考到英文大學要的 然後跟大學拿到offer 然後付學費 然後申起學生簽證 成功的批簽的拿到學生簽證的人 OK 你在未來的三年五年 那個時候你畢業的時候 你要移民 應該來說你的成功率會非常非常之高 比起現在的政策 現在的政策是 什麼人都可以來讀書啊 非常開放 但是發生什麼事情 70萬的留學生 請問70萬人裡面 有多少人可以成功移民 跟少少無幾啊 不會太多啊 所以為什麼現在那EOI分數拼得要死 但是呢 還是拿不到邀請 這是最重要的原因 未來呢 你只要是能夠成功來留學的 成功畢業的 基本上你要留下來移民 就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中長期是好事 好 好我們再review一下之前的migration strategy 他這邊看一下我們接下來澳洲政府 但我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我們今天再重新rewind一次 再review一次 那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雇主擔保簽證的這個 薪水已經拉到7萬這個都已經做了 然後所有的雇主擔保 不管是中長期短期的 都在去年的年底都已經確認法規 可以直接轉成 就工作兩年完成的話可以轉成PR 接下來呢在下半年呢 好你們可以看到這基本上所有都是下半年的 好就是新的所謂的Skills in Demand Visa 還有Skills Pathway CoreSkills Pathway 都會一一的出來 除此之外 這個新的這個 這個評分表 技術移民評分表 也應該已經在今年的年初 已經完成所有的Discussion Paper 那後面應該在下半年 希望 也會把新的評分方式 一個一個推出來 那除此之外 在投資移民部分 他們也把這個新的 Talent Innovation Visa 基本上已經進入到一個 consultation period 那我知道很多的 像我一些在澳洲VC的一些朋友們 他們在去上個月吧 基本上都把很多 他們覺得對VC 對澳洲的經濟有幫助的方案呢 都一一的繳交給了移民局了 所以新的政策到底會怎麼樣 我們拭目以待 那除此之外 我們就是看到這邊 基本上就是我們最近 所看到的事情 就是學生簽證 把它變比較難 雅思真強化 然後這個畢業工作簽證 也需要的要求會比較高一點 那在年底的時候 他們還會再把 Simplified Temporary Graduate Visa 那我是不曉得他們要再怎麼 他們這個simplify 他們這個simplify 是真實的要把這個35歲的要求 把它implement進去嗎 我們也拭目以待 那可以看得到上一次的變化 就是把雅思拉高 但是香港Stream的朋友們 沒有跟著一起走 所以是否這個35歲也只壓在新的政策 已經在那邊讀書了 不會被影響 然後香港Stream也不會被影響 這個我們也拭目以待 Anyway 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